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两天习近平去了北大 北大干什么 北大要纪念他们学校建校120周年 同时习近平到北大 他要去纪念马克思200周年 习近平口口声声说 马克思是千年出来的人类第一大的思想家 马克思是我们共产党建党的指导思想 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思想家 我不知道习近平讲的这个全世界人民 包括的哪些人民 是包括美国吗 包括澳洲吗 包括日本韩国吗 包括非洲吗 这个除了中国和北韩 连北韩都不包括 北韩他现在只是主体思想 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 那么就是你中国人民的主事业了 马克思的书习近平你读过吗 马克思可以讲他如果是睡在棺材里面 他肯定会讲你习近平也好 你毛泽东也好 你们没有一个人读过我马克思的著作 你们没有一个人弄懂我马克思是说什么 你们不过是拿我马克思主义来做包装 然后掩盖着你们都是你们的后悔学 和你们的帝王思想 骗人杀人才是你们的专业 所以说习近平纪念的马克思就再一次暴露出他的愚蠢 所以如果这个龙椅上坐的是一头猪 那么他的这个猪的智商就决定了他的臣民 是没办法去超过这个猪的 因为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这个龙椅上坐的这个人 他的这个智商如果达到猪的水平 他统治臣民的水平你说他能高到哪里 习近平就是这种 就习近平就只有这个统治思维和这种 这一点点智商和这一点点思想和这一点的文化了 所以北大在建校120周年 这个纪念大会上 北大的这位林校长 居然把这个红胡之志 连成红浩之志 那么你想中国最高的学府 北大学府的一个校长 都只可能把一个小学生都懂得 我可以讲我上小学时候就知道 这是来自于史记 陈胜世家里面的一段话 是陈胜吴广介绍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有一次在叫陈胜永庚的时候 他自己这个和他的周围的伙伴说 狗富贵无相忘 那么勇者曰若为永庚何来富贵 然后陈胜回答了他的话叫做 烟犬安置洪胡之志志 那么这是史记里面 我们很小时候学的一段话 这北大的林校长都已经混到了北大校长了 是中国第一校府 是中国最高学府的领导 居然连这个字他都不认识 以前还把还曾经把生生学子 念成精精学子 这就是北大校长的水平 这也难怪了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他只能是通商宽衣 那么北大校长精精学子 洪浩之志也就也就不奇怪了 以习近平到北大去纪念马克思 这个北大校长跟风学风 其实他们纪念马克思最好的办法是他们都去见马克思 美国贸易代表团到了中国跟中国做最后的谈判 我们都知道美国这次来谈 实际上美国没有那么多东西要跟你中国谈 他只是告诉你中国是否准备兑现诺言 因为中国跟美国许诺的那么多诺言 从来没有一个兑现过 美国政府现在不需要跟你谈什么具体的细节 就是告诉你是否准备兑现 而美国这次川普派出几个重量级的官员 明确的就是说 中国我们不跟你们谈那么多 如果你们能谈 我按照我们跟你设定的这个框架去谈 我们就谈 你如果是觉得没什么可谈的 我们掉头就走了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马上对中国开征的 就是500亿左右美元的一个加征的关税 目前还在窗口期 6月份正式执行 如果说这次谈判没有任何结果 那么等待着就是6月份开打 那么也就是6月份中美贸易开打 然后对中国的制裁全面开始 中国的制裁全面开始 我们已经一再讲过 美国如果对中国贸易的全面开始 就是中共它灭亡的倒计时 对于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 中国上下官媒要求统一口径 他们对美国表达不满的时候 他们在中共的一个报纸 叫参考消息上面 它登载了主要的内容 就是说美国人 你为什么跟我们中国的网络过不去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网络它不是简单的网络 它实际上是专政的工具 是专政利用网络 对人民进行封锁语言 封锁思想和封锁整个中共 它对人民船只压榨的各种 丑恶的真相的一个防火墙 所以美国要突破中国的防火墙 拆毁这个防火墙 就是让中共让它灰飞烟灭 而习近平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 会对中共整个的统治 来一个多么大的挑战 习近平还沉醉于他自己 到北大去搞什么马克思纪念会 仍然到三西去安排他自己 对他个人的崇拜 现在三西省的省委书记 和三西整个省委不干别的事 就干两件事 一是去祭拜习近平 他们家里面的席林 第二个是到他们这个 习近平曾经插队的梁家河 去大搞梁家河的爱国主义教育 最近又发行了多本 什么梁家河的书记 让这个整个陕西省和全国的 这些大小膜拜习近平的人 去大搞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展西每天发生的国际名声的事情 难道就是击败习近平 他父亲习中逊的这个林墓 和去天天到梁家河去树立 所谓这个膜拜习近平的 他和精神吗 我们这两天已经看到了 陕西省在陕西省西安的 叫卫城区的法院 法院的院长夫妇两口的 被他手下的法院的执行局的局长 直接杀死 那么这个执行局局长 为什么要杀死法院院长 这都是暴露出中共整个官府里面 上上下下官员之间严重紧张的关系 而且每一级官员 他们个人的贪腐 都有分账不云的问题 也都有什么 下级人员对上级人员 也都是有下级人员对上级人员 产生了这些 由于分账不云的这种怨恨之后 然后痛下的杀手 上网上所披露的这些事情 都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 中共它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 现在互联网虽然仍然有封锁 但是经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以后 很可能能够彻底的改观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防火墙 目前来讲中国人绝大部分人是渔民 我们很多中国人不承认了 他一点都不认为自己是渔民 他认为他自己过得很开心 很愉快 他每天购物 喝酒 交友 他每天娱乐 然后包着二奶 娶着小三 和这个三棚四友之间 喝着大酒 打着麻将 他觉得他生活很愉快 他一点没有觉得他麻木和愚昧 他不知道他自己这种生活的行径 只追求物质的繁荣 和只支持在物质上的互相的攀比 他对他个人失去的做人的尊严 和拥有个人自己的权利的这个事情 差别了多少 中共对老百姓的洗脑 以中共建政之后 这七十年来 他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中国人有传统的被洗脑的习惯 从商鞅当年商鞅变法的时候 他告诉当时的君王 就是对人民要进行弱民 要弱民平民 要让老百姓感觉到困穷贫 给他们一点点能够糊口的口粮 然后让他们基本上 在深层线上面去挣扎 这是等于千百年来 统治者对百姓 他进行的一种洗脑和愚民的制度 你看中国一直到民国时期 还有这个妇女还在残脚 那么在民国之前 中国所有的汉人的妇女 都是残小脚的 所有的女孩子出生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要把她的脚残上 而且告诉她只有把脚残上才算美 我们人人都知道 把人的一个正常的这个器官 如果用残脚的方式 实际上是对人身体心理上极大的伤害 但是中国的残脚历史 它上千年 为什么这种代代相传的事情 能中国人能够始终恪守 那就是因为 他是统治者洗脑的结果 那你说统治者洗脑 中国人已经被洗到什么程度 我简单举个例子 范冰英的弟弟叫范陈陈 他在微博上发了一个付费的照片 他这个照片要求就是说 谁想看这张照片 就要付六十块 结果有多少人付费 有八万人付费 六八就是四百八十万 也就是说 这张照片要看一下的 范冰冰的弟弟 用一张所谓付费的照片 就这么让别人看一下 他拿到了四百八十万 他在微博上跟他的所谓粉丝打招呼说 是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粉丝们疯狂激动讲 不破费因为我们爱你 这就是中国的现场 就是中国的明星 他所被追捧的 都是那种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的明星都是用最虚荣的东西 去让他们的粉丝在跟随他们 周小平在网络上面发表一篇 反美永共的文章 可以讲叫做空洞发辞 什么内容也没有 他这个文章动不动打赏 就是几十上百万 但是你看看 那些所有那些严谨的 艺术类的科学类的 那些经过很多科学家 艺术家们常年累月 进行研究的著作 他能卖几块钱 他能不能卖出钱来 很多科学家和艺术家 他们需要出版他们的坎物 或者他们到一些科学会议上面 去推广他们自己的科学艺术书记 他们是要自费的 那么中国的网民就是这么几类 一类是网络上疯狂追捧周小平 疯狂追捧中共的这些无脑儿和这些脑残门 而这些人未必个个是五毛 因为五毛是带着任务的是拿钱的 是拿钱没得良心干活的 但是这种拿钱再去打赏周小平的人 就不一定都是五毛了 因为他挣的钱 远远没有打赏的钱 那他为什么会追随周小平呢 那就是什么 他是脑残 他是被洗脑洗到这种地步 他从内心里面就痛恨美国 痛恨日本 痛恨中共之外的所有人 他热爱中共他不知道热爱中共是什么 因为中共跟他宣传的所有东西 都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什么卫星上天了 什么阅兵威武了 什么高楼大厦了 什么高铁轻轨了 这些东西你觉得跟那些打赏的人有关系吗 有一寸是他的吗 他自己住的房子 他背着沉重的房贷 他还不过是七十年的这个租借期 他根本就不拥有产权 不拥有土地权 就这样的脑残 他在跟随着周小平 在疯狂的这个追捧着习近平 追随着中共这个统治 他回家去翻翻他们家里面 祖辈几代 被中共疯狂压榨 被中共疯狂剥削 残酷镇压的这些历史 都是斑斑血迹 但是这些人都忘掉了 这些人对祖辈们受的难 他们就选择冷世 麻木和选择遗忘 而他们今天过的这些 不过是一个苟且偷安的生活 但是他们津津有味 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 所以共产党用最好的渔民 和能够最好维稳的言论就是 中国不能乱 一乱你们老百姓就照样 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好得很 你们就要维护你们的小日子 所以千万要保证中共的体制 保证中共的稳定 那么海外那些 所有中共派出来的那些大外宣 所有的媒体和这些什么访谈节目 他都是告诉你一句话 要保共维稳 要绝对保证中共统治不乱 要绝对保证中国他走改良主义道路 让中共他能够带领的老百姓 在全部老百姓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一个人 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改良道路 中共建政七十年 没有给过你一天的所谓改良的机会 中共只有把所有的这个企图 在中共里面找到一点改良道路的这些良性领导人 类似于胡耀邦赵紫阳 通通斩尽杀绝 然后中共不断地发起他们一轮一轮 对人民镇压和残暴的攻势 习近平刚刚十九大任用的他的梦聊蔡奇 北京市委书记十九大政治局委员 不是在深更半夜寒冬纳月 把所有的低端人口立马去除出北京吗 你觉得这和虎狼有什么区别吗 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朝代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步 在寒冬纳月在深更半夜 在今天晚上不搬就去派出所做过夜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哪一个文明政府会做到吗 但是中共做到了 中共对人民进行斩杀的时候 这些所谓求稳定的 这些绝对不求大 这些绝对保证中国不能乱的这些人 到了政府做出这种行为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站出反对 他们甚至为中共政府 能够驱赶地端人口较好 这就是中国 就是中共做出再无耻的事 他们不认为是乱 他们不认为是不稳定 你不觉得这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吗 把几十万人一夜就赶上街头 这算是稳定吗 这是而把每一个老百姓 他不过是一个生存 他就在这居住在这生存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就马上把它摧毁 而且要连夜搬走 这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稳定的事情吗 这时候那些海外的那些访谈节目 你怎么不喊着要稳定了 你怎么不喊着说 如果这样做不是老百姓血流成河 事故成三啊 把他们全部驱赶走 这些老百姓会不会反抗 会不会增压 会不会造成血流成河 因为你认为只要中共做的事 就不可能有什么血流成河 要血流成河也是中共镇压你们 中共赶紧走在刺刀和屠刀下 你走就走不走就砍头 所以你认为中共的强权 中共的暴政就是有一万个合理的理由 而人民反抗暴政 一个理由你都找不到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现状到了什么地步 到了人民是麻木的愚昧的 一个女明星她在网络上 只要发微博上只要发六个字 我有了爱你们 就能收获几千万几百万个赞 中国有无数的不公世界 中国有无数每一天 受到中共这个强权所镇压 所剥夺人的权力 所造成的无数人间苦难 在网络上披露以后没有人管 但是女明星只要告诉你 我有了爱你们 就这一句话有几百万个点赞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共已经把老百姓洗脑洗到什么 洗脑到不知好歹 不知是非 因为中共是一个什么 恶成善的一个基本制度 就是什么是恶的 中共要宣扬 中共把最恶的东西告诉你这是好的 中共把所有的善良的 真实的通通打压 所有讲真话的人要进牢房 所有善良对待别人的人 让你下地狱 中共就是一个被洋恶成善 然后把人间一切悲剧 把人间一切丑恶苦难 都把它弘扬成正能量的一个国家 和一个党派 所以中共这个制度 它不下地狱 人民不摧毁它 人民是不可能获得自由解放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跟大家时间把节目做长了 因为这几天太忙 我实在是找不到时间来更新我的视频 我只能凑着今天这个时间 短暂的给大家做个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